下面我们来看第四章的第三个知识点 关于家庭资产负债表和收支储蓄表的比较分析 那么我们这一节的学习呢 是建立在前面的 已经会编制了家庭资产负债表 和会编制我们的家庭储蓄的一个收支表 这个前提下呢我们来进行 那么在编制两期以上的资产负债表之后呢 我们可以进行水平和垂直的资产负债的比较 那么我们以用成本来计算的资产负债表 这样的一个成表来进行一个举例分析 那我们可以看到 只要我们有了两期数据 一个是上期期末 一个是本期期末 相当于我们上个月记账了 我们这月又记账了 我们形成了两期的资产负债表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分析本期和上期的比较 分析他们的增减额和增长率 增长率来呢 看一下我们另外呢 这个是增长额和增长率呢 是这种横向的比较 我们还可以从这个比率分析的角度 比率分析的角度来进行结构的分析 那么收支储蓄项目也一样 我们有了本期有了上期 我们就可以算出增减额和增长 增长额 那么本期和上一期的比率关系 我们也可以算出来 那么首先我们可以进行水平分析 水平分析是指两期数据的横向比较 比如说呢 我们前面的股票市值 在两期之间成长为50% 而股票的成本呢 只增加了10% 那表示什么呢 我们在持有期间 这个股票市场应该是较大的增幅 那么我们期末可以预期到 它能有比较好的资本利得 那么它是反映在 我们的这个储蓄收支表上 再比如呢 我们资产负债表项目中 两期比较分析 可以发现呢 股票投资额在上期期末是2万元 本期期末是5万元 增加了3万元 增加的额度呢是150% 那么收支的储蓄表中 这个两期的分别比较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资本损失项 那么本期呢 损失是2万 上期损失是1万5 所以本期损失呢 增加了5000 增加的这个5000呢 比上这个 比上这个1.5万呢 它的增长率也不低啊 增长了33.33% 那么从两期数据比较可以分析呢 这个股票的资产增长的速度是很快的 那但是呢 同时呢我们发现资本的损失 也有很大的一个增幅 所以投资的成果并不是很尽如人意的 那么垂直分析指的是呢 计算上期的比率和本期的比率 从而做出分析 像我们上一期的股票市值呢 占总资产的市值的30% 而本期呢占到了40% 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在投入成本不变的情况下 那么本期内 就是你本期持有期内呢 你的股票的价值在上涨 价值上涨 所以呢 我们说以呢 实现资本利得来计呢 以资本利得来计价的这个股票的比重呢 再增加 提高了整个资产的这样的一个比重 那么资产负债项目两期的比较分析表中 我们还可以看到啊 基金的投资的比重 比率呢是1.65 这是本期期末的基金投资的2.2万元 和本期期末总资产133.2万元 他们两个之间的比值 那么比上一期呢 0.78啊 有一些增加 那么金融投资的这个借款项 本期的比率呢是2.25 而上期的比率呢为0 说明我们这个金融 为了我们金融投资而导致的借款啊 增加了 那么这些垂直分析和这个 还可以帮助我们做什么啊 我们可以看到收支储蓄方面 那两期的比率并没有明显的变化 本期的收入工作收入比率呢 稍有提高 但是比重也不是很大 而且资本损失的比率加大 保障性保费支出的比率有所提高 总的来说呢 储蓄率由上一期的26.53%下降到25.47%啊 变化并不是很大 那么通过这个资产负债表啊 这样的两期比较和收支储蓄表的 这样的两期的比较分析 可以发现我们这个家庭财务的 这个变动的情况 以及它未来的变动的一个趋势 那么这个趋势呢 我们在分析的时候 还要结合市场的大势啊 来进行分析 看看一看我们的这些啊 表现是否跟市场的大势是一致的 一个大的趋势是相符的 如果是相符的 那么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不相符的话 那么我们就要检讨一下自己进行投资啊 他的一个思路有没有问题 比如说房地产价格在持续下降的时候 我们还在追投啊 我们还进行这个投资性房地产的这个追加 那有没有道理 而且在短期内呢 他的获利能力是怎么样的啊 我们要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负债表 资产负债表和收支储蓄表啊 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那么我们知道呢 流动性资产加上投资性资产 再加上自用资产等于总资产啊 总资产的额度 那总资产呢 我们可以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呢 它的来源来源于负债啊 那么负债呢 是由消费性投资性和自用性负债三部分组成的 另一部分呢 就是我们通过前期积累和本期增加的净值的部分啊 本期增加的净值部分 那么这个净值部分又来源于什么呢 前期积累不用说了啊 以前年度或以前期 各期增加的这部分的净值 那么本期增加的净值 其实它就和我们的这个收支储蓄表有关系 那因为收支储蓄表中呢 我们有收入啊 有支出 那么有收入呢 有支出 那么剩余这部分呢 就是我们的净值储蓄啊 那么这个储蓄额啊 就是加入到我们本期的资产负债表中的本期增加的净值这一部分啊 那么也就是说呢 我们的储蓄来源于本期增加的净值 而储蓄是用来干嘛的呢 我们积累存款 投资质产 偿还负债 本金等等 很多的这个资金来源啊 资金来源所在 所以资产负债表和我们的收支储蓄表之间存在着一个勾际关系 在哪勾际呢 就是在净值这部分啊 产生勾际关系 好 那么我们家庭资产负债表和这个储蓄的表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 那么我们要进行啊 我们一般家庭的记账的时候啊 我们建议呢 不但你要做这个收支储蓄表 就是你的收支情况 你的储蓄情况 而且呢 要盘点资产和负债 做出资产负债表 这样做一个勾际之间的比较啊 才有更有分析的意义 那么如果是以市值计价的资产负债表的话 那么我们知道当期增加的净值呢 一方面来源于当期的储蓄 另一方面还可能来源于什么呢 就是我们原来啊 我们家庭资产的一个增加额啊 家庭资产的账面的一个变动额 比如说我原来我的资产里边啊 有房屋啊 有这个汽车 有这个股票投资 有银行存款 那股票投资我当期增加了十万块钱 那么会导致我当期啊 当期的这个增加的净值部分 既包括当期的储蓄 又包括我资产增值的这一部分 所以呢 我们这个 如果是按照这个 未实现的损移啊 会出现资产负债表上 这种情况呢 我们其中有可能产生两个这样的表 一个是呢 和收支储蓄表对照的一个表 还有一个呢 是显示当前家庭的真实财富的一个增值情况的这样的表 那这两种表下面算出来的这个结果啊 肯定是不一样的啊 如果有现金盘点的程序的话啊 如果每期期末我们都会进行一次现金的重新盘点的话 那么应该以两期啊 净值之间的差异为准啊 就是我这个这个月和上一个月啊 我的这个净值 就资产负债表里边的净值差异是多少 和我的现金盘点相结合 来调整收支储蓄中的这个储蓄的数字 那么这个差异额呢 可能如果很小的话 我们就直接列到其他收入和其他支出中 如果大的话 我们就要检查 是不是在我们记账过程中有错账的情况 我们下面举一个例子啊 某一个客户 两期的资产负债表和收支储蓄表的相关的变化是这样的 这个是本期期末的情况 这个是上期期末的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呢 上期期末的时候啊 它的净值呢是77万1千 本期呢是81万2千 81万2千 那么这个收支储蓄表的这个情况呢 我们可以看到 当期的这个储蓄呢是41000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考虑了 这个41000呢 我们正常是按照资产负债表 它最终将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资产负债表的这个项目 那么77万1再加上 77万1再加上这个4万1 看看等不等于那个81万2 我们算完之后发现正好等于 也就是说两期的净值 两期的净值 如果算完之后 它俩的差异额 正好等于我们收支储蓄表最后算完的 当期的储蓄额的话 那就说明我们的收支储蓄表和前面的我们资产负债表 相关项目是做平了 是做平了 这里边就没有任何问题 好 那么本部分的基本知识呢 到此结束